我觉得学校很大 化学很漂亮 我觉得学校变得很漂亮 学校变宽敞了 让学生好有感 融入多元理念的空间改造 意义深远 环保的概念 因为我们原本后面有一个施令台 那施令台的功用其实也不大 我们就把它打掉 打掉之后呢 这个砖头运送废弃物起码要三十几万 后来我们跟建筑师讨论一下 就用这样的打掉的这个废弃的砖头 把它变成矮矮的这个围离 坐在以废弃砖瓦当基底的黑板树下 孩子们聚精会神地听校长奶奶说故事 现在呢 校长奶奶说故事啊 不只这个舒适的小空间 与设计师共同规划的还有香草区 花卉景观区 水生植物区及菜园区 我很喜欢这个菜园 我们会来这里抓虫和种菜 在这个菜园可以学到很多各式各样的知识 还可以抓到菜虫 有的还会结咏 但是昆虫还有适合生长在结咏的植物 纸叶蓝尾草 这个呢 是仙草 到时候它长长了 长大了以后 我们可以让学生怎么样来做烧仙草 结合食农教育 孩子们亲手种下午餐 可以加菜的蔬菜 校方很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 所付出的辛劳 更把意想不到的区块给美化了 我们这个整个一个环境景观的工程 我们的燕音主任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那这边呢 原来是大榕树 很多乱七八糟的 那我们把它砍除了之后 发现说 哇 底下有这个三个洞是什么啊 是画分子 那我们跟那个建筑师呢 商量一下 怎么样让它美化 而且把它处理的好 你看 现在看这样 绝对想不到这个是一个画分子 对吧 结合永续理念 这个空间是教材 是花园 也是菜园 通透的空间改造 让校园变得不一样 我爱中山坚 记者蔡小军 七龙报道